注册针灸中医师或者物理治疗师进行一些意外受伤问题的处理 Hello, 我是Villson,萧医生 对于生活在纽莎人的华人朋友 当他们身体有问题,第一时间会去找我们的家庭医生或者是GP 但是我想说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跌打、扭伤、运动受伤或者意外受伤这些问题 其实是不需要去直接找家庭医生的 那我们直接可以找我们的中医师、针灸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去进行一些处理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家庭医生的轮候时间会比较长 第二, 费用都会比较高 第三,跌打、扭伤、运动损伤这些问题的处理 大多数都是需要我们物理治疗师或者针灸中医师去直接处理的 那第四呢?因为我们针灸师、中医师或者物理治疗师是不需要像家庭医生那样去注册 那你直接去walking或者是book appointment 那就可以接受处理或者治疗了 那同时,如果你的问题是需要申请ACC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由物理治疗师的中医或者针灸诊所 那他帮你去申请一个ACC 那亦都同时可以在这个诊所 Coward 或者你的ACC 意外受伤的保险 那所以说呢? 如果你不是一些特别或者复杂的情况 又不需要开药的情况下呢? 你其实可以直接找我们的注册针灸中医师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进行一些意外受伤的问题的处理的 OK,那今次的话题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们的video感兴趣的话呢? 请你点赞、订阅、加收藏呢? 我们下期再见!